十三 你给我去死吧 混蛋 你们给我等着 老子早晚灭了你们全家 哼 等你下辈子再说吧 什么 十三 你竟然尴尬了鬼影的人 你就准备等死吧 孙家主 我死不死不知道 但你现在要是还不把我的人放了 那你们孙家可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十三 我孙家就是再不行 也是滨海一个大家族 我犯得着因为这点小事绑架你的人吗 哼 老头 要不是我亲手打伤了你儿子 我就信了 咱们能不能不装了 我儿子突发重击 确实不方便各位 哼 明完不灵 威猛将军 把人找出来 好的老大 可是地方这么大 有点难找啊 用这个 定位找他 方便点 不知道十三先生能否接我一下 让我去给令郎叫过来 可以 老大还有华为妹特60 真羡慕你啊 我都买不到 羡慕什么 这都是我在左下脚领的 上次让你去 领你没去吗 老大上次我嫌麻烦没去 现在也来不及了呀 没事 最近我联系了左下脚刚补了一批 放了一万台苹果15 Pro Max和Depad Pro 每人限领一份 而且前三千名新用户可以领隐藏福利华为妹特60 我的都用好久了 就你不信 老大领着麻烦吗 非常简单 你就点我左下脚链接下载 上线再配上手冲送的神装 挂挂机升级手机平板轻松拿 都是官方发货有售后保障 我也去试试 好 那我就让你们看看我儿子 如果不是你们说的 我要你们给我孙家磕头认错 来人 去把大少爷请出来 切记不要刺激到他 好 好的老爷 大先生 您怎么来电话了 哼 陈家已经没了这么久了 我为什么看不到你们的动作 怎么是怕了十三了 还是我的话你们已经不听了 大先生 怎么会呢 我们一直在找方向针对十三 大先生 稍安无藏 很快就有人对十三出手了 哼 好听的话我已经听了很久了 你要是还想在四大家族就抓紧速度 我不介意换掉一个没用的废物 千真万确 大先生 十三杀死了鬼影的老八老鸡 接下来鬼影就会替我们出手了 鬼影 你说那个杀手组织 是的 大先生 哼 但愿他们能够为我省点事 记住 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 大 你怎么跟个死了媳妇一样 大先生说什么了 看来咱们得添一把火了 大先生如果生气了 咱们李家可就完了 哎 真是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们呀 爸以后我一定会让咱们李家成为最大的鱼 好儿子 不愧是我的种 我先去联系鬼影 给十三上点萌药 那就谢谢父亲了 父亲你这是 这是从十三左下脚领的 苹果十五吐若麦克斯发货 这急速链接真快了 吸吸吸 这里怎么躺着几个人啊 起来啊 着凉了 奇怪 怎么突然就变傻子了呢 谁是傻子 傻子在哪呢 我要跟傻子玩 奇怪 这气息就是孙少的没错啊 大逃你不会失手了 不应该呀 我看看 哈哈哈哈 不要碰我 我呀 大哥 很奇怪 我明明是打中了心脏 但却一点伤也没有 难道是你打到了他的脑袋 把他打成了傻子 傻狗 要打到了他的脑袋 他还能活吗 我就说我孙家没有参与绑架你们的人吧 现在还在这演戏 十三 这是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 呵呵 那你说说 这两个杀手为什么会出现你家 这 这 你管杀手为什么在我家 我请杀手来家里吃饭不可以吗 我靠 你怎么这么能狡辩呢 哼 十三 现在这人都死了 你们当然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你们为什么不说是有人故意冒充的我孙家呢 冒充你孙家 对 以前我们跟着李家安前马后 自从你坑了我们一把之后 李家早已将我们当成了弃子 所以正好借你们的手灭了我孙家 对 肯定是这样的 好像有点道理 但是李家灭你们还用得着借刀杀人 我说了不是我儿子就不是我儿子 人我也给你们看了 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话说 老大 这气息跟孙二少确实一样 但是又感觉哪里不对 嘿嘿 我好啊 我要吃海鲜 我就要吃饺子了 我要吃肉夹馍 好好好 乖儿子 一会爹带你去吃海鲜 好好好 我要吃黑金豹 黑金豹最好吃了 特么的 难道真是我们搞错了 不行 我再试试 傻子是不会躲的 奔雷拳 嘿嘿 哥哥 你手里藏了什么好东西 快给我看看 难道大头真的失手了 不可能啊 我们三兄弟同一个师父出来的 他什么实力我还不清楚 一般人根本不可能抗助一击 铁柱 看来是我们搞错了 也许真的不是孙家吧 老大 我还是觉得哪里不对 难不成我们忽略了什么地方 还有什么地方 这小子除了发型亮一点 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发型 对了老大 我记得以前孙少的头发是往左边偏的 现在这个是右边 这样吗 看我的 爱妈呀 快看孩子 我看 这东西得得很 我敲 糟了 这家伙耍着 呵呵 孙家主 咱们的孙少真是性情中人啊 即使变成傻子也知道看孩子啊 哼 这个假货还是别装了吧 装傻子难道不累吗 傻子就不能看美女吗 傻子就不能有爱好吗 男人看孩子有错吗 怎么办怎么办 装了二十多年的傻子了 我难道还要装下去吗 可不装我可就活不了了 另郎真是厉害啊 都成傻子了 还有这种个性去爱好 哼 我看你们就是屋中生有 诚心跟我孙家活不去 孙少 哎呦 孙少这是知道我叫你呢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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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家主你也看到了 这孙二少我看没什么问题啊 健康得很啊 怎么就说人家成了傻子 我儿子这情况就是 十二好十二坏的 傻子有什么准呢 你们怎么还跟傻子较劲吗 是吗 孙家主我有个问题 孙大少的头发向左偏 而这个假货头发是往右偏的 这怎么解释一下呢 我怎么可能忽略这时呢 呃 你们看错了 问就是我儿子的头发 一直都偏右的 对 偏了二十多年了 完了 这次怕是逃不过去了 孙家主 既然你不肯说实话 那我可就要把孙少 带回家研究研究了 嘿嘿 我那老虎钱已经饥渴难耐了 对 后院的坑 我都挖好了 直接按照这孙少的身高挖的 不行 我要火 我不要再做傻子 也许他们真的可以救我 二哥 老七老爸的任务失败了 什么 他们两个出手都失败了 他们人呢 赶快叫过来 二哥 七哥已经回过来了 他为了保护那妥坤 被敌人给杀了 七哥 你在下面客别乖吗 妖怪就乖 那的十三还有坦 爆掉吧 妖不死卡吗 那么也不会这么惨 你放心 你的七儿老孝 莫亏把你招股浩地 嘿嘿嘿嘿嘿嘿嘿 什么 竟然连老七都折了 对方是什么人 对方是花卫集团的重彩十三 是他 看来传言是真的 他身边有绝世保鞭 哼 不过杀了我鬼影的人 可没这么容易 你去通知老三和老四 卡了鬼影的人 就要付出代价了 二哥 什么意思 你是让我们几人一起去 不然 他身边有高手 以防万一 二哥 那这件事还用会报给大哥吗 不用 大哥可没时间管这个 这件事我做主了 好的二哥 我们这就去吧 老大 我闻到了金秘书的味道 那就好 威猛将军 你带着大头和戏狗 赶快去救金秘书 这里的事我先弄个明白 老大这傻狗自己能行吗 感觉这货不太靠谱啊 威猛将军还是可以的 哼 信狗也得永生 铁柱 这孙少脑子既然不好使 咱们还是带回去治治吧 看着多可怜啊 没问题老大 孙少这种情况 我有八百种方法治疗老虎钱 辣椒板凳一个都少不了 额 先来一个大记忆恢复疗法 我靠 这次完蛋了 老子这命是真主 在这孙家窝囊了二十年 不行 我要是挂了 谁也别好过 儿子 真是苦了你了 放心去吧 这仇我孙家记住了 我要让冤枉你的人付出代价 孙二少 你看看你爹格局多大 这么放心的把你交给我 真是父爱如山啊 姐姐姐 孙二少还是乖乖的跟我走吧 我不装了 我摊牌了 特么的 我当了二十多年的傻子 我早就当漏了 你 你这个逆子 谁让你说话了 老子今天打死你 我今天打死你了 我记得你这个逆子 你这个逆子 我听说话了 我听说话了 这是不是你一个人的 我听说话了 谢谢大家